好, 現在放學了, 可以出去 謝謝 不好意思, 我是朱衡兒的媽媽 我裡面不見她, 她是不是去了哪裡 有個男人接走了她 晚安 煞肥? 妹妹不見了 痕疑沒有不見 我打電話來就是想跟你說,接受了他 你接受了,妹妹 你怎麼不跟我說? 你知不知道我很緊張? 什麼?我有留言給你的 你沒聽而已 先別說這些了,我們現在在醫院 醫院? 出美,你看 你怎麼樣? 我吃過醫生可以的藥,快點 妹妹是不是還在裡面? 別這麼緊張 醫生幫我檢查過,我沒什麼大礙 我怎麼可以不緊張? 不是煮菜的食物放在廚房嗎? 怎麼突然帶他出去吃東西呢? 還要搞到食物中毒 恨兒說想吃車仔麵嘛 我就帶他下去吃 弄得他這樣,我也不想的 沒事了,我先坐下 你先休息一下,把臉都尋了 我當然害怕 我還以為… 以為甚麼 沒事了 我還以為你 我是Laura 喂? 是嗎? 是你 你出聲吧 你出聲吧 為何這麼緊張 我真的很想看到你 阿丹鏡手掌那樣 你到底想我怎樣? 你自己做錯事 你別以為對著你那個死鬼老公懺悔 我不會這麼便宜你 我要你公開承認自己當年搶太女四人 要你為這件事贖罪 要不然 用你最愛的人代你贖罪 你想幹什麼? 你不要亂來 你猜一下 下一個道應該出事 你男朋友還是你妹妹? 你想報仇的話,你直接找我 你不要教他們 你妹妹好像叫房書文 你怎麼跟著我幹什麼? 我… 你怎麼跟著我幹什麼? 你教我經常要提高警惕 有什麼事可以保護自己 我看看你行不行 那你現在知道我是好機警的 總之你小心點 沒事了 你去哪裡? 我去買東西 我讀你去吧 不用了 你走這麼快幹什麼? 我想多買點食物在家裡煮 難道不用這麼急? 免得留他們家裡太久了 那就是不要煮 今晚每天出去吃 外面的食物不安全 那晚上高級一點就行了 酥餅和妹妹就是外面吃了的食物 然後入院 先生,要不要嘗嘗我們最新的健康飲品? 不要喝 怎麼了? 發生什麼事? 你來臨其奇怪怪的 喂? 方小姐,我是管理處那邊打你的 有住戶跟我們說 你住的那層有很大的煤氣味 請你盡快回來看看 我現在馬上回來 怎麼了? 家裡漏煤氣味 他們在家裡 她們在家裡 我現在在哪裡? 醒了,正在你去醫院 為什麼要去醫院? 家裡漏煤氣,妹妹和朱銘 你快點抽回家 沒事,管理處打了你 不是你家裡漏煤氣,不用擔心 不是 是那個人,一定是那個人 誰人? 你不要問,你快點抽回家 我擔心他們有事 怎麼了? 到底發生什麼事? 你不要問 我自己的事自己會處理 你快點送我走 你怎麼處理? 你剛剛自己暈倒了 你連自己也照顧不到 你怎麼照顧他們兩個? 你再這樣屈下去,你會屈死自己 我答應得過,我會保護你 無論你發生什麼事 我都會和你一起面對 你知不知道我看見你這樣,我會心痛嗎? 我就是不想害你 就算我屈死我可,我被他害死也好 這是我的事 因為全都是我一手造成的 你說什麼? 車禍那一天 我和阿輝在車上不來交 因為那時候我知道他有另一個女人 我質問他,他說了一些很難聽的事 我很生氣 我生氣得很想和他一起死 所以我搶他的太太 是我造成這次車禍的 是我害得你失去你老婆的 是我自私人,我沒有勇氣面對你 我不值得你原諒 我更不值得有幸福,你明白嗎? 是我 根據車禍現場的痕跡 和邵氏車輛的報告 發現你太太當時駕駛的車 煞車系統是有問題的 楊佑成先生 對於這次車禍 你還有沒有資料可以提供? 沒有 我根捂住 我現在在這次車禍 我會說 我的貨物 你應該會從我開始 我會在這裡 我會在這裡 我會有關門嗎? 我是不是嗎? 這件事已經結束了 這件事已經整整困擾了你的層面 這件事只不過是一件普通的交通意外 沒人想發生 有誰想自己的親人死? 如果當日你沒有搶貸的話 是不是代表這件意外沒有發生? 沒人知道 其實這件事發生了之後 我已經很想說了 就是那個時候 阿妹她剛剛出生 她還有心臟病 我在想, 如果我真的坐牢的話 我不知道誰可以照顧她 但是我不行了 我已經死了 整件事終了七年了 你已經死了 我還沒想過二十天睡得好 我不知道我還要冤枉這件事 或是心裡有多久 你也要冤枉就修平了 我還要冤枉這件事 現在的出現 無非就是要報仇 所以你越內疚 你越是現在這樣的樣子 讓他知道的話, 他就越開心 我心想要記住, 無論發生什麼事 你一定要聊天 有個人打電話給我嗎? 什麼電話? 我怕他求孫文 你一定要幫我 你幫我看著孫文 我只當你是最親的人, 現在不是了 我要做自由家務人 以後我家所有的事 跟你再不要任何關閣 我一直留你在我身邊 不是因為淑罪, 也不是因為內疚 是因為我真的當你是我的兒子